要新出 找家具 就來中邮家具 東西都總有 介紹給你 懷疑 連水手 感謝忠友家具冠名播出 我覺得以前 對於辦公家具的要求 說實話 就是能用就好 那反正是賣給員工的 我們從剛開始 我兼職要做客製化 一張椅子的生產單 一共經歷了11個人 11個人都出錯 那個不良率 20% 30% 那對我們來說 是很大的考驗 我們不會去 設計一個產品 問大家要不要 而是問大家說 你需要什麼樣的家具 我曾經把我設計的椅子 給我爸坐 他就坐一坐就說 不錯 這東西我可不可以 發給我朋友看 辦公家具 它是所謂的商業型的產品 商業型的產品呢 必須要大量的規模化的製造 所以我們整個系統性的去設計這個規劃這些產品 就是它必須要能符合大量生產的條件 你的射出件需要很大量的模具 模具的投入成本非常地高 我們這樣子的產品 其實需要的供應鏈是複雜的 我們有可能有輪子氣壓棒 然後網布 然後螺絲等等 光這個零配件的數量跟種類 就遠遠超過於一般的民用家具 我叫廖家威 今年31歲 我們家從事辦公家具行業的生產製造已經31年了 我經營Backbone這個品牌已經8年了 我在畢業之後我學了兩年的工業設計 我對於家具是非常喜愛的 在這邊我找到我肢壓的一個熱忱 那同時也因為我們家是代工廠 我們一直以來去服務很多國際的品牌 其實我們自己有很好的設計的基礎跟實力 像是椅子腳、扶手、椅背 這些射出件跟壓住件的製造 早期這個行業的話 台灣算是蠻重要的生產基地 很多的製造商都是從台灣 裝成他們的供應商去出貨到他們的國家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也給台灣很好的基礎去做這些 同時孕育而生的就是上一代非常多的工程師 專業的去設計模具跟去優化這些製造的過程 讓這些產品日漸成熟 可是這些產品都沒有辦法積累下來 成為一個自己的東西 都是協助客戶去拓展 那我覺得這方面非常可惜 所以我就想要去結合家業的實力 加上我們設計的巧思跟我們設計的能力 去發展出自己的品牌 那後來呢慢慢的隨著製造的變遷跟轉移 代工的客人他本身就夾帶了很大的電單的數量 所以當你自雙品牌的時候 你一定從一個很小的單子 或是一兩張椅子開始 那對於當初我們在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回到我們的企業文化合成就是產品思維 我們不會去設計一個產品問大家要不要 而是問大家說你需要什麼樣的家具 所以我們當時不知道怎麼做品牌 我們決定讓我們的客人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客製化的選項 其實在椅子的產品開發上面其實是真的非常困難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與時俱進的 就是你需要針對現在的user的習慣去增加一些功能 或減少一些功能 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我生產的時候 怎麼讓師傅一口氣減十一種料 甚至排列組合之後變成數千數萬種的時候 他怎麼樣不做錯 這個事情對我們來說要考驗 一張椅子的生產單經歷了十一個人 十一個人都不能出錯 那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考驗 我們從剛開始我堅持要做客製化 那個不良率從二三十%降到現在已經非常非常低 大家都已經駕見就熟 這中間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 那我覺得這是真正的成本來源 因為人力就是現在整個台灣製造業非常高的成本 那在過去最傳統的大家可能看到就是這種泡棉L型的椅子 好像就是有一種你有椅子坐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隨著大家對於健康的意識越來越高 以及說使用手機使用電腦的時間越來越長了 有時候一天坐在椅子上的時間比窗還多 過去的工作形態可能很多書寫 現在不一樣現在很多是盯著電腦 所以你的坐姿其實有改變 那這些怎麼樣去找出各種需求的交接點之後 設計出可調節性的功能去滿足其他的差異 那我覺得就是很困難 例如身高155公分的user 身高180公分的user 需要的東西是不同的 那我一個產品怎麼符合兩個人 這個椅子能不能有好的舒適性跟支撐性 就會變成我的首選 發現160公分以下的女生 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省淺也不是高低 是寬度 你今天那扶手的寬度太寬的時候 他使用電腦的時候他會變成這樣架的在使用 他整個鎖骨他整個肩胛下肌 他的大小眼睛全部都是在緊繃的狀況 他根本沒有辦法待太久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好好使用他的扶手 給他妥善的支撐 那這些怎麼樣去設計成一個 符合現在這個時代的椅子產品 其實就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研究 然後去做設計 說實話 以前對於辦公家具的要求 就是能用就好 反正是賣給員工的 大家就用 這個東西不會壞 等等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世代已經不同了 現在新的企業僱局 他們開始更在意員工的工作環境 也知道人才其實是目前這個世代 最重要的公司資產 所以大家會更願意投注在好的家具上面 讓人才可以有良好的身體狀況 然後以及說還有有舒適的環境可以產出 也是有效率的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跟過去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像我們的行銷總監 他自己過去也是樂團組長 所以認識一些樂手老師們 那老師們就會想要去克制他們的音樂的工作桌 音樂工作桌它必須搭載很多的設備 它必須跟人使用的樂器等等去做互動 我要很方便的可以在不同的樂器之中切換 我要在不同的設備之中切換 而且我的空間可能是有限的 可是我需要的器材或需要的手拿 其實是非常多而且複雜的 我們公司的升降座來講的話 我們有不同規格的升降座 那也越來越多業主去選用這樣的產品 是因為他們對於人才的重視也是逐步的提升 那對於我們在發展產品上面 我們也會覺得說這對於我們的品牌 想去開發產品的方向也是非常契合的 我們的客戶來講對我們最大的要求 我相信就一定是所謂的機能性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些user 可以在這個產品上能夠調整到他們 符合他們的工作情境 那這個就是大家對於我們平開 他們想要在這邊獲得到的東西 當初堅持想做這樣的品牌 爸爸是非常不支持這個事情的 他覺得這個東西浪費資源或等等 你為什麼要花這個時間做這麼小的單 浪費這些時間去做這些看起來沒有經濟效益的事情 為什麼不回來家裡幫忙或什麼等等的 我想要去改善一些產品 他們說奇怪的是哪裡哪裡都賣得很好 為什麼救你有問題 大家對於不確定性的東西 心中其實最大的東西都是害怕 他們心中也是另外一種害怕 他們喜歡看展覽 他們喜歡看到高家鎖人 就看到老外 他們覺得在攤位上覺得就是會有大單或什麼等等 當時做了一個事情是我們跟迪士尼聯名 我們做了Star Wars的系列 我就擺了兩把光劍在展覽會場上面 然後放了Star Wars的logo 然後擺了一系列Star Wars聯名的產品 對於我們這種面對全球客戶的展覽來講 他們都會進來看 就是這個是authentic的嗎 然後你們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酷或什麼 他開始覺得這個東西很驕傲 他默默之中就認可了這個事情很酷 有成效 而且對於他來講是他沒有想到過的事情 之後就慢慢地開始改觀 他們開始會問問看我的意見 這個東西這樣做好不好 我比他們懂這個事情 我曾經把我設計的椅子給我爸做 想說畢竟他很有經驗嘛 想看看他會有什麼樣的意見這樣子 那他就做一做就說 嗯 好做 真的不錯 這東西我可不可以發給我朋友看 大致上都是這樣子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Steven然後我身為名字叫宋彥德 然後今年31歲 在Bagabong同事三年的經驗 我以前也是在做多媒體行銷的公司上班 然後從事也是蠻多年的 穿動的話辦公室家具人比較深陰一點 多少公分就多少公分 多高多低就這樣 椅子可能能坐就好 然後大家其實對辦公室的歸屬感 或者這邊是個工作的地方 過來這邊我才有新的提醒說 所以那效率和舒適度的話我覺得是更加去注重的部分 墓印台北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影像製作公司 他們會非常長時間來專研一些他的影片的一些質感 所以他們很長時間在坐在椅子上面 為了要趕拼或者提升工作效率的話 規劃給他們椅子 就是我們這邊腰的部分有特別突出的部分 他可以這樣靠著你可以往前往後的時候 他腰部都可以到一個非常舒服的支撐 對 畢竟我們的公司也叫背脊骨嘛 對 英文名字Backbone 然後他其實也是強調說我們背部的地方 所有酸痛的來源大部分都從脊椎開始 我們公司對產品的最核心的價值就是Back號的部分 當初堅持想做這樣子的品牌 那當然前期是挫折是一定都有啦 吃不一門根是很正常的 品牌前期當然是會陷入一陣子 掙扎要怎麼去做才好 在摸索探索的過程 比較不好的狀況 當然是說我們很盡心盡力的幫客戶設計 然後他不斷要求我們尷尬 壓我們很多的事成 到最後快坦承的時候 再把我們預算砍了一半 然後說你不錯我就給別人做或等等之類 其實這些挫折都還是蠻好成長的養分的 這個過程之中變成說 對我們來講就只是我們沒有用對的方法去做到好的成效出來 那我們只要改變方法就可以看到成效 所以在過程之中 我確實有比人家更多的條件在創業這條路上 我自己覺得富二代或什麼這個事情 我不會去否認這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感恩 當你今天有人的肩膀可以站的時候 你要站得更高 而且我們會變得更強 我們才不能去愧對這些相信你的人 跟給予你資源的前輩 我覺得回到我們設計總監跟我講的一句話說 我喜歡設計的產品 大家一用很開心 然後買得順手 大家都負擔很寫心又很快樂 讓我們覺得我們的才華有被發揮 而且這些東西是有被消費者肯定 然後再回來我們自己身上 我覺得這個成就感是非常鼓勵士氣 也非常給自己有很大的肯定的感受 Wisabeth Buffett 你繼續在做成功! large參與你 你一定無敏 哪一位 你很懇人 你之前不是有個人的消費者 你不如得來 你不想像裡